墓室中最神秘的器物,至今都不知道它是如何做的,往往吓坏到墓贼,公元1400年,人们发现古罗马国王之子泰勒斯的坟墓里,也点燃着这样一盏灯,这盏灯已持续燃烧了2000多年,制造这种永不息的灯古人,是否清车熟路? 并非如此,一般平民的墓穴里,都并没有这种灯不过,并不富贵奢华的古代炼金术式的墓穴里,也会出现这种灯,很多人都知道的是,在关于一些盗墓小说的作品中其墓穴,终时常会出现一种叫做长明灯,的照明用具相传这种灯火的灯油,是从深海中的人于身体里提取出来的,价值人超黄金所以此灯,能够在墓穴中永然, 令人责责称其由于,古代人将身后事,看得十分重要,所以长明灯,就成了让王侯将相门死后,享受灯火辉煌,的必备之物实际上,长明灯的构造并没有那么神奇一种长明灯,是由双层容器嵌套而成,里面的一层装着油至儿灯心用醋炮至外面的一层则装灼水,用于冷却挥发的灯油,这项发明十分巧妙众所中, 周知,油灯中灯油的消耗主要不是因为燃烧,而是因为受热挥发灯心经过醋炮的处理后,能够在燃烧的过程中,保持相对低的温度,而长明灯的冷却层又能有效地控制灯油的温度,达到长久燃烧的目的。 虽说这项发明十分伟大,但是若想有,横不灭却无异于痴人说梦,可以说长明灯能够燃烧些年除了特殊的构造外,其灯油也是由特殊的材料,构成古墓中空气稀薄灯油也有限,若想做到真正的长明是不可能的。 但是燃烧些年,还是可以的史籍记载,秦始皇的墓葬中,就用到了长明灯这项技术,此外秦始皇灵中,还有一种自动激发的弓弩,在闯入者触发机关后,利用水银的重力势能,射出弩箭机杀入侵者假设。 史籍中记载为真秦朝则拥有极为先进的机关技术那么,秦朝巧匠也有可能具备高超的控火技术。 有学者推测,长明灯与弓弩的原理相同,平时并不燃烧,而是在有入侵者闯入后又机关触发点燃给盗墓者一种长明的假象。 借此震慑盗墓贼这种说法可信度颇高,因为墓穴里空气稀薄,普通油灯根本无法长明不息而盗墓者的闯入,带来了新鲜的空气给了长明灯,燃烧条件在历史记载中出现过许多窄燃烧,了上千年的长明灯。 当然,也有许多长明灯在发现的时候就已熄灭这与古墓的构造,空气质量等息息相关。 如今长明灯的制作方法已经失传,我们已无法从中获知长明灯。 真正的秘密公元527年叙利亚,处于东罗马帝国的统治。 当时在叙利亚境内的东罗马士兵们,曾发现在一个关爱的避开里亮着一盏灯灯,被惊巧的罩子罩着罩子好像是用来挡风的根据当时发现的明文可知这盏灯是在公元527年被点亮的,当士兵们发现他时这盏灯竟然已经持续燃烧了500年古今中外,许多历史学家都坚信存在着永恒不灭的长明灯。 而在各国的历史资料中也都出现过这种不会吸烈的照明用具但是也有许多人认为,虽然历史资料中出现过许多关于长明灯的记录,但现实中根本没有一盏灯能够在众目睽睽之下打破能量守恒定律。 所以,真正的长明灯是不存在的甚至还有人觉得长明灯很有可能是古人。 为了让后人敬畏,对现代人开得一个玩笑罢了那吗? 长明灯的能量来源究竟是什么? 亦或者长明灯并非永恒不灭,而是能够持续千百年长然换作普通的煤油灯。 若想燃烧这么长时间,岂不是要耗费千万升没有中世纪时期? 有外国学者猜测长明灯能够不断补充燃料这批学者,还试图亲自动手复制长明灯。 可即便用了补充燃料的方式,长明灯实验仍无一例成功其实,哪怕是用到现代的燃料连续补充技术制作一个能够常燃千百年的灯仍不现实。 曾有学者大胆推测长明灯,就是如今我们使用的电灯而长明灯内层的液体并非燃料,而是能够导电的水银。 所以长明灯中的灯油,不论过了多久都不会变少,而这种用电发光的灯也不惧风吹与打鼓。 戴希伯来人就曾有一种类似现代的电灯技术。 根据资料记载,13世纪有一名法国人拥有一盏神奇的灯。 这种灯中没有任何燃料甚至连灯芯都没有这盏灯,被他放在房间的长廊中房间的每个人都能看到光亮。 当大家问这名法国人其中奥秘时他只是微微一笑,然后以保密为由不做透露。 这名法国人曾进行过许多秘密试验接雨电。 有关,为了能让自己安全地做实验,不被仇家冒犯,他还发明了一种放电装置。 只要按动按钮,就能让自己房间的门把手放出电来。 既然13世纪就已出现类似电灯的照明用具那么,更早之前的古人是否也已具备了用电技术? 那倘若长明灯,真的是用电能作为能源的,那么电能是如何在古墓中产生的呢? 若想一老永逸的为长明灯供电,恐怕只有太阳能发电技术能够做到了那么长明灯。 是否使用了太阳能技术如今我们已不得而知了参考资料,古墓神灯到底隐藏了哪些奥秘,长明灯的原料是什么?